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主席林旭先生一起 为大家分析每一周的热点话题 那么林旭先生是我们南加州桥界的活跃人士 而且本人也对政治实施非常关系 今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将于11月30号到12月1号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爱丽丝举行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 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 将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等等一提 老林你看本周 我看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席特会了 你怎么看席特会 席特会大家现在很关注 这次关注基础非常广泛 过去中美如果一旦发生一些摩擦 纠纷啊什么可以说很多人是吃瓜群众 来看热闹 那这一次呢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个中美贸易战 一直到现在以后搞的是有点人心惶惶 见面大家呢前六月份还是七月份 大家见面都是你是五百亿啊 还是两千五百亿 这大家一听都明白 意思就是说你是增百分之十还是增百分之二十五 那现在大家呢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 他是进货柜 他一进来说一个货柜加了两千多块钱 这东西还怎么卖啊 那么前几天我到商店去碰了一个老板 老板里面冷冷清清 我说你这 他说我呢你看卖就是卖这个西洋生 现在游客大大减少 那么我得到的消息 现在呢签证 十年签证已经可能不会再发了 不会再发 对这个已经网上已经有消息了 那么现在呢很多去申请这个签证的人呢 拒签力又提升了 又提升了 对前几年给十年签证的时候 签证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所以这次不简单的是一个中美的贸易战问题 它涉及到很多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能感觉到呢 美国就是对高科技方面 对吧 在这方面 甚至对这个文化 这个传播等等方面 都主流已经开始关注了 多次报道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呢可以说是全球瞩目 希望这个西德会呢 这次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也可以这样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所以中美之间的这些摩擦和这个出现的贸易战的这种事情 对全球的经济有巨大的影响 对 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习特会的这个重要性 前一段网上也嚷嚷 一会儿要这个说要 两个人要见面 一会儿又说不见面了 说见面嘛 就是说已经达成一揽子协议了 说不见面嘛 又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大家有分歧 所以呢现在来看肯定是要见 但是这个见的结果是怎么样 现在呢就需要咱们做一些分析 对啊 实际上那个很多媒体呢 有的是唱衰习特会 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讲呢 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也好 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好 其实都双方政府呢 都需要一些成果 那从中国政府来讲呢 一个是明年 是中美建交40周年 也是中国建国70周年 那你说这个习特会 没有结果 你怎么庆祝这个 中美建交40周年 好像是不太好说 对吧 另外从这个特朗普角度来讲呢 最近麻烦不断 什么通道门嘛 今天的新闻就是说 他的这个私人律师 承认对这个 这个是FBI撒谎 那准备要和这个 最高检察官穆勒合作 据报道 特别检察官米勒办公室 提出的一项最新指控称 科亨去年曾就一项 莫斯科特朗普大厦建设计划 向国会做出虚假陈述 2015年至2016年 科亨曾参与该建筑计划 29号 科亨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庭 对这项指控表示认罪 就是说呢 他确实参与一点那个 就是就是说这个通俄门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整体美国国内的形势来讲 对特朗普也不太好 特别是这个民主党 这个重回中院以后 那估计民间 他将面临着很多困难 所以呢 我想呢 他也希望应该是把主美关系呢 贸易战 就搞定 这样的话呢 他拿出更多的精力来 什么伊朗问题 什么 北朝鲜问题 这两天俄罗斯和乌克兰 有较劲了 对啊 对啊 这个你说是帮不帮 不帮的话 在小兄弟面前没面子 帮的话 现在这不是又添一个乱吗 对吧 对啊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由于俄方目前仍扣留乌克兰船只与人员 他认为最好是取消与普京原定在阿根廷举行的会晤 他期待在当前局势得到解决之后 尽快与普京再次会晤 所以这次大家是实在期待 但是呢 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说 双方在这个这次见面会上一定是会有交锋的 对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今年这个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呢 美国是处于攻防 中国是属于首方 而且中国呢 我觉得刚开始没有把这个事看得这么严重 但是呢 这个特朗普因为他过去不是一个政治家 所以他上来以后这个风格独特 不一样 初拍不按常规 乱拳打死老师傅 对中国来说的话 在前半年我觉得是有一点措手不及 也是不知道 但是目前我来看用老百姓的话说 现在就是两招 第一招叫 这个你有你的千条计 我有我的老主意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持久战 我不和你愣拼 我不和你应对 对吧 好 我和你 我就是往下 看你有什么招 你就出败 对吧 后发之人 对 那么至于说后发之人有没有招数呢 另外说 但是现在呢 从中国的媒体宣传和整个这个中国的对外来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认为中美关系不会破也不能破 那么所以呢 这个我看了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的宣传来说 一个是降低这个中美贸易战 他们叫中美贸易摩擦 一个是降低这个就是这个互相争动的这个这个程度 第二呢 很多人发表文章还是说往远看 要坚信这个中美这个关系的未来 还是保持稳定 有利于世界和平 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益 那么最近呢 其实在美国国内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尽管从以特朗普代表的联邦政府 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贸易战科技政策方面呢 采取了一些收紧的 但是呢 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现在和中国还是搞得很热火朝天的 我最近去了一趟底特律 底特律呢 人家是 他是在密西根州吗 密西根州有一个 居然有一个政府主导的一个中国创新中心 三个老美中文讲的呱呱呱的 这个是 后来其中一个老美 我说你 不但中文讲的好 你对中国文化了解也很深 因为他在那个语言当中你能体会到 你说的什么他也能体会到 他说的什么 他有应用中国的一些现在时髦的词 什么 你已经知道他对中国文化 那么他们就是说 密西根州与中国保持友好 是有利于这个中国和密西根州的发展 那么最近加州议会不是也通过了一个要求联邦政府 美国政府就是说要和中国呢 还是在经贸上面进一步密切关系 通过一个宣言类似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 据我所知 最近可能在南加州就有一个民选官员的代表团要去中国 尤其是要寻求自己本事或者本现与中国的这种合作和发展关系 对 我参加了几个这个像那个国会议员纳普波里啊 以及这个国会议员赵敏欣登主持的活动 他们都从这个一个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 觉得和中国的关系你不能不搞好 对吧 因为确实对这个本地区和对美国的经济成长呢 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所以那习特会呢 两天以后我们应该看出结果了 对 我觉得在这 我大胆预测一下 就是在这次 从中方来说还是会保持 从习近平来说还是保持一贯的风格 还是本着中美友好 从长远来看 来这个来坐下来来谈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 我觉得因为他这次希望呢 除了中美贸易战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 那么现在应该他要得到一个暗示 就是说你要硬可能到拿不到东西 但是坐下来 既然你口鼓声是老朋友嘛 对 坐下来以后呢 大家喝杯茶 对不对 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说呢 和西方人不大一样 西方人是以利益为主 中国人常常是以友情为主 对吧 只要说是朋友到了这一步 对不对 你有难关 有什么 对 对你说我能帮的我一定帮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能习德会不会不欢而散 肯定呢 特朗普还会展现他一贯风格 老朋友见面 热情拥抱 对吧 但是呢 有几个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 习近平说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关注到了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设法解决 但是需要时间 希望我们两个人的会面呢 能够是一个友好的祥和的气氛 给世界带来安定 给中美之间带来安定 我估计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 应该 我们非常期待这样一种结果 好 另外 这个最近呢 南加州这个事情不少 但对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 美国侨豹的这个枪击案 其实这个事呢 有的时候也很难 很难说 是吧 你看你和这个死者谢一宁 以及和这个枪手陈中启 都很说 我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事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不管怎么 我觉得呢 这个事呢 是华裔社区的一个悲哀 悲剧 一个悲剧 但这里的深层原因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想深入的这个探讨一下 这个 谢一宁先生呢 确实和我是交集了 大概有很多很多年了 应该是15年左右了 最近有人普洛说 应该是你和他交集有将近30年了 我现在还在追根溯源 追不溯源 因为88年的时候 确实我俩住的也不远 经常也有活动 但是我这块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也没法探 我要早知道的话 一定要和他聊聊这段 11月16号早晨9点 我是从巴尔迪摩起飞 12点26分起飞 那么洛杉矶时间9点26分 也就是我的飞机起飞两分钟以后 发生了枪 那么下午6点钟我下了飞机以后 整个微信圈里全是这个消息 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 他们说据判断是协议 但是现在消息还在封锁 那么当天晚上就确认了这个消息 我自己还是深感悲痛的 因为说实在的 2005年到2011年 这7年 我们美中文化协会 一直在侨报的中国文化中心 每周活动 所以在这个期间和谢一宁打交道不少 所以我就写了第一篇 导念他的文章 是17号凌晨 凌晨这个稿子就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 只给好脸 只给好心不给好脸 这是谢一宁同志的一个风格 其实我觉得我经常在讲 侨报和谢一宁对我美中文化协会的发展 是有大恩的 常年租借我们 然后我们给人家带来不少麻烦 你知道 因为就敲了一打鼓 人家没法办公 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谢一宁说实在的 忍受了我们七年 每次见了我也只是说 你们也太能折腾了 然后笑嘻就走了 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我当面我得嚷嚷两句 我不嚷嚷的话 那也说不过去 但是你们也不容易 另外你们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事你给我说 我不是那种不敬人情的人 这是谢一宁原话 所以我对这个人打交道这么多年 我觉得 这次音响还是很不错的 他有他的风格 那么这次 我这篇文章写完以后 后来我就开始跟踪这个案情 因为这俩人都认识 都认识 对对对 这个枪手和这个死者 我都认识 那么也说有点 好奇吧 就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 对是这样 所以我就连续写了两篇文章 就是现阴案的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推断 就是三大疑点和四大推 我也看到了 也看了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职场纠纷引起 这个我是有一点怀疑 因为从我们听到的 和了解到的职场的问题 并不是那么严重 对是这样 第二呢就是这个 军手的这个作案动机 对吧 对啊 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也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是这样 对啊 第三呢 我觉得这个疑点在 就是说 谢宜宁是身中树枪 第一枪是镇重脑门 第二枪是镇重胸口 倒地以后又补了几枪 这是在电影 电视小说里头 这是职业杀手的做法 做法 对啊 一般的人 说实在 尤其是酒后拿着枪的话 一般都是哆哆嗦嗦的 对 自己都不知道 战部分 这即使产生很激烈的争论 他也不会就是说 他拿枪就打 也不会说是 有一定的这种 这个预先 一个一个枪击 一个方案 是 那么 那么 由此呢 有几个推理 就是说 到底为了什么 对吧 然后这个经过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 那么现在呢 陈中启被抓了以后 先是 一百万保释出来 对 后来紧接着又进去 又变成了六百万 六百万是又降到三百万 现在人又出来了 对吧 人又出来以后呢 现在呢 大家都很 房间还是很关注 这个事 很关注 对 这毕竟是我们洛杉矶的一个名人 是媒体界的一个大佬 对吧 对 出现这样一个事以后呢 我现在呢 很关心他的 我写了文章以后 他的这个律师团队出动了 我说第一要关心律师团队 律师团队 为什么呢 就什么人会出来为他辩护 对吧 是现在出来辩护律师 正容强大 对啊 正容强大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付很高的 律师费 律师费 才能聘请这些人 对 那么这个钱谁来出 那么据我们所知呢 陈中启并不是家庭富有的 虽然有房子 对吧 但是呢 你说拿房子做抵押 这事 也对他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现在慢慢铺露出来 说职场纠纷 其实据说陈中启 作为一个 他是做的工商记者 对 就是业务员 就是拉广告 拉广告 对对 据说陈中启的业务广告 做的还不错 就是说他 明年 不做 几个月不做 也是有收入 也是有收入的 对对 那么现在 那么所以说 这个职场纠纷啊 至于说这个 谢宇宁啊 说是把他激怒了 其实老谢 平常说话就那样 对不对 了解他的人 他也 对不对 他每次见到我都指着 就你们能折腾 对对不对 那你了解他这个人以后 他就这个说话风格 对 我觉得 这个 这个说法也有点牵强 陈中启这个案子呢 说的实在 确实是跟你说 疑点重重啊 可以这么讲 因为这种两个人 平时做事的分割 不至于结成 这么大一个梁子 一定要把 这个老板杀掉 对吧 所以这个动机呢 就是说 职场上的压力 不会有这么大的动机 特别在美国 你说不做 也就不做了呗 这个干点啥不行啊 对吧 而且 作为业务员来讲 其实也很辛苦 也不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 非常好的工作 咱可以这么讲 那么 这件事情发生了 发生以后呢 就是说这些 有保释 再被抓进去 在强大的律师团队 确实呢 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背后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但是从我们这个 做媒体 做记者的角度呢 就是说这个 这有一份证据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对 就是说这个 还是想看看 在二审 第二次过堂嘛 12月18号 看看这个检方也好 辩方也好 能报道出一些 什么样的真实性 因为毕竟这个案发现场 只有谢一宁和陈中启在 对 所以这东西你说 你这个从 现在一个死了 对啊 你死是谁 另外一个怎么说呢 对 怎么说呢 对啊 你说怎么能证实 他说的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呢 确实是很特别的这么一个案子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华人社区嘛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看到 华人社区一些血案 什么在南亚洲就有 这个女婿把老藏人枪杀了 对 老公公把儿媳妇杀死了 对 因为就是一些家庭所事所遂 就是说 陈中这个乔宝枪杀 你整体上反映的是呢 华裔社区新移民的 其实还是根源呢 还是有这方面的根源 就是产生压力 如果你这个 比如报纸办的顺利 对不对 或者是收入很高 那么可能呢 也就不存在 引起纠纷的这样一些 这个由头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华人在美国呢 还是应该 本着我们那个老祖宗的 那个教诲 比如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然后就是说 何为贵 是不是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很多事就这样 你说这个 当然了 现在杀人冻击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激情杀人的可能 你是冲动 我经常跟他们说 如果你要遇到一个复杂和容易激动的问题 要去到这样一个场合 千万不要带尖锐的东西 筆都别带 为什么呢 这个一时兴起 有时候你就不知道手里有什么东西 直接拿我先弄过去了 像咱们这个年龄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年轻气盛的时候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就招火了 对吧 但是陈宁起跟咱们年龄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对啊 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也感到非常的 沉痛也非常的遗憾 遗憾 对我们现在也非常密切关注开厅审理的情况 对对对对 这次我感觉到 因为我追踪这个案件 我看到基本上所有的新闻报道 我觉得大家这次还是蛮负责任的 没有超出规格的这种去想象或者是预测 到时候我这张嘴我自己没管住 做了一些推理和这个什么演义 对对那好 那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 那其实呢一个是习特会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你这侨暴枪击案的后续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见 下周我们就这两件事做一些这个再做一些深度的抛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